本土 那本土 应该说起来是台湾主体 可是台湾的本土又改变了 这几年来台湾的本土又变成了 不是本土了 又变成了多元化了 你想想看 台湾的孩子都是菲律宾人带大的 我们的保姆 所以我们小孩子学英文都有菲律宾羌 那我们的小孩子 说不定有时候会被菲律宾人带到教堂去走动 说不定菲律宾人保姆会推着轮椅 把他的人长者推到教堂去逛一逛走一走 也不一定 所以有越南的 有菲律宾的 有泰国的 所以我们这个文化开始在变化 那越多元的文化 听说是越可以发展 最好的典型应该就是美国 美国是多元文化 所以他享受到多元文化不同的冲击 所以一个很碧色的一个文化 它大概是发展的非常的单纯 可是它还是很封闭 除非它真的可以走向一个国际化 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你没有全球性的东西 你不能向上发展 你封闭的社会不能向上发展 你没有本地的东西不能向下扎根 所以这两者上跟下的发展跟扎根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今天如果天主教不在台湾说 说我们可以向宜宾书记主教说 我们可以拿乡来拜祖先 这个基督宗教就没有一个基督宗教可以进入 跟老百姓让他认同说 哦这个拜拜真伟大 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个是让我们很佩服的地方 可以拿起乡来 他们就很感动对不对 如果今天没有天主教在台湾说 要有宗教交谈 要尊重别人的宗教 或者是每一个宗教都有他的真理 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每一个宗教都有他的真理 然后你因为你说有宗教交谈 然后你承认每一个宗教都有他的真理 所以你就承认圣神的临在 圣神也可以进到别的宗教去 当每一个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或每一个宗教的人有人有好的行为出现 你不能不承认那是天主的行为 不得不承认那是圣神的能力 我们不能否认圣神在他们存在 那是同一个圣神同一个天主 同一个善起发出来 为什么我们不能认同 不能彼此相爱 何况我们跟其他宗教 或者共同来寻找 共同来寻找真理 寻找真正的天主 当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开始在思考 我应该增加什么 减少什么 认识了自己 了解自己 改善自己 加强自己 再发展自己 增加自己 我们彼此 如果今天他没有天主教 那这些观念都没有 今天如果没有天主教 台湾的这些宗教不会合在一起 因为这是书籍主教 以兵书籍主教把他们集合在一起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没有天主教 达赖喇叭来的时候 根本就 也没有人来跟他对谈 甚至都赶出去 连佛教都没有讲话 他们同样是佛教 一个藏传佛教 一个是 他们根本就没有对话 对不对 所以天主教存在的那个角色 已经打开了那个dialogue 对谈 而那个dialogue 本身你还可以回到 回到天主跟这个世界的dialogue 一个神圣的世界 不管他的这个世界有多大的罪恶 他还是天主愿意来到 降到这个世界上来 他爱上了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天主教的表达 如果真正从教友的元素来看 那会太narrow一点 太狭隘了一点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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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狭隘了 такое 好 太狠ming了 当然 总得 探楼 我有什么 很明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